今天要来我们第一趟的购物之旅超市 去买一些喝的 然后最主要是破一下零钱 把这几天需要给的小费破出来 超级市场 这个货架很大 但是产品有点单一 这边卖吃的零食 然后这一点 好像有点什么洗发水 鲁鱼液一类的 根本只买到了五瓶水 没有什么实在没什么可买 花了一百 埃及币 我发现可能是我们住的酒店的问题 这里面是我们那个度假村 刚刚那个超市在这个旁边 东西少不说吧 然后这一瓶水大概一欧元 一欧元多一点点 我们看跟巴黎的价格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可能比当地的 这个实际价格还是应该高出不少 有没有为什么这边看着挺好的房子 但是好像都没人住 都是空的 这边就是沿着沙漠这一片的都没有 这边左边这边靠海的一面还好一点 靠海的一面都是比较好的一些酒店呀 这边还多一点 可怕的是现在我沿着沙漠这条公路走了十几分钟了 好像说是有公交百度车 但是没有公交站 我看到远处有了 不知道是不是招手停的 我得赶紧两步了 我们等着正规巴士终于来了 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车 终于到这门口了 先去取巴士 这个真的是露出尖险啊 就是各种坑 我们刚才差点被骗上了一个那种低市小巴 告诉我们说一美元一个人 我们最后犹豫了半天没赶上 估计上去以后不被宰的钱包都空了 不会给我们放下来的 现在进到里面了还挺多人呢 媒体记者特别的多 我们看到了中国角 就是中国在这边的展上位置 哎呀我感觉可能是我来的太晚了 会堂里头什么吃的都没有 现在没办法了 我现在走在一个荒野上 然后准备去前面一家酒店 看看还能不能有点什么吃的 冬套大表哥就他们让他们在那边看着场子了 我得去觅食一下 就是这边的怎么说啊 景色挺好的 但是这个配套设施真的是不敢恭维 这边就是活动的那个百度车 但是除了这个车以外 别的都没有 我给大家看看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啊 我现在就走到这条路上 我一直走走到头大概1.5公里吧 就能有一个酒店 能找一点吃的 然后这边 就是感觉像是一个酒店 但是正在开发中就跟工地一样 那边也是沙漠 啥都没有 这是我现在走的路 哎呀我终于走出这片沙漠了 这个就是那个沙漠公路的尽头 这边有一片酒店群 我可以在这边希望能找个吃的地方 哎呀但是我也是总结出来了 这边的酒店 我估计它拿90%的钱都来盖这个门脸的 就这个外表还挺酷 结果进里边都感觉很一般 感觉就是巴黎三星级酒店的感觉 这对面就更惨了 真是太惨了 酒店的餐厅都关了 这边只有一些零食的小卖铺 卖一些旅游纪念品的 我们只买了一瓶啤酒和一个玉米片 花了120印度磅 就是大概6欧元吧 6欧元那样子 就是我最简易的午餐了 你看我只有一个小狗子一直在跟着我 还在咬尾巴